陆建军 他們之間肯定有利益交易 這筆錢是三年前你替陸建軍頂報的報酬 我已經為這種臭貨付出了代價了 收場票出來了 把那件事情給聊了 那趕緊給我消失 綁架陸建軍這種事你都想得出來 最多五天我們只有四百萬人 你怎麼把我女兒也幫 八百萬一分也不能少 對於舅舅來說 什麼都沒有你重要的 什麼建軍出事了 趙剛跟王毅肯定也拿上東西 你必須馬上把錢給我 爸爸不會放過你的 所有的這一切就是你爸爸安排的 對不起 呼聲 下去 都是個看到�orno польз人 我認識的 有所留意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谁呀 放开我 我问你 小女孩呢 什么小女孩 我不知道 放开我 把同志说 其他人跟我走 放开 你不是 放开我 走 过来 过来 你们还会偷梁换柱了呀 好 拿下 好 拿下 谢谢刘队 你们的大恩大德 我们肯定不会忘的 不用不用了 以后你们千万要注意了 孩子这么小 可离不开大英视线 我问你什么人 最是你的 最后我们两个人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什么还会 我我们的運气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行镜与点栏目 感想 成小艺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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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说 他想要剩下的钱 当初说好了 他出来的时候再给他四十万 他说他拿到钱就走 那就给他 把那件事情给了了 让他赶紧给我消失 赵总 马哥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电话打不通 你就以为我找不到你人了 马哥 我最近这段时间特别忙 你每次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都在开会 放屁 你逗我玩呢 赵总这意思是要跑路啊 怎么可能啊 这是什么 这个不能给马哥 钱不少啊 这是多少 马哥 这是陆董的钱 这是陆董让我去给人家的 谁不知道陆建均是你大舅子 你差的钱还多着呢 马哥 我欠你的钱我一定还 但是这个钱你不能拿走 不滚开 我告诉你 三天后我来取剩下的钱 马哥 马哥 我还告诉你 按时还钱 不然 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马哥 马哥 好 你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他知道 把它打疏了 妈 诚儿 你终于回来了 妈 对不起 妈 这三年委屈你了 妈不委屈 是委屈你的 要不是以为妈 你也不会进监狱 妈 今后我一定好好照顾你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走 别站着 赶紧进屋 爸爸 我想给你上班个事情 爸爸 你为什么不接呢 搞推销的 刚才说什么 爸爸 我想给你上班个事情 爸爸 你听不听我在说什么 什么事 家里 最近我们班好的同学都准备出国了 不是马上要考试了吗 怎么还出去玩呢 什么玩啊 我是出国读书 出国读书 怎么突然想到要出去读书呢 明年我不就出三了吗 我想高中三年就在国外好好适应 然后考个好大学 然后赚大钱好孝敬您啊 不是乖女儿 什么时候变成这么懂事的 想去哪个国家啊 爸 我想去加拿大 那得不少钱嘛 爸爸 你同意我嘛 好不好 爸爸 你就答应我去嘛 行 我同意乖女儿 我同意 我同意 爸爸 最好了 请 乖 快去睡觉 明天还要早起 嗯 快去 爸爸 晚安 喂 赵总 我的钱什么时候能拿到啊 我已经给陆总签了字了 他也同意了 但是财务出差 再等两天 我准备好了以后我联系你 你暂时别联系我 行不行 好的 我等你消息啊 对了 那个女警察联系过你没有 没有 好 你别乱讲话 小心一点 啊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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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哭闹了 嘿 要打我 老爷子 你说我什么呢 我打的是闯上我女儿的凶手 放手 怎么办到你不能打人 别打我 你还是吉吉娅的妈妈 你站住对不起吉吉吗 好了 别笑了 河川 进去 没个碗 别带我儿子 别带我儿子 李警官 今天真的太谢谢你了 谢谢 快 擦把脸 出来了你怎么打算的 好 李杰今天是不对 但是 我也希望你能够理解 你们俩到底要干什么 该还的我已经还了 麻烦你们以后别再来找我 其实你当时根本不在现场 对不对 是陆建军撞的 是吗 不是 是他撞了金金 然后通知了你去现场 对不对 不是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 有什么好处 你自己看看 我已经为这场车祸付出了代价了 你是已经付出了代价 但是我要让真正的凶手伸之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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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总 怎么了 公司开始查账了 您制作那五十万得赶紧添回来 陆董要快忙住了 不是 你再拖一拖 我真没法拖了 不是 你是财务 你想想办法呀 我但凡有法子 我就不来麻烦您了 行行 我知道了 你再跟我两天 别催我了 别催我 赵总 这事可不能开玩笑 陆董要是知道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先走吧 先走吧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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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总 什么院 计划院 赵总 你许的什么院 快出来听听 我马上就要出国了 那是去哪里 加拿大 来来来来 来 我们几杯 祝佳丽的生日快乐 碰杯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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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等我到国外了 记得视频哦 同学们慢慢走 拜拜 拜拜 佳丽 今天这么多同学 来参加你的生日派对 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开心啊 开心啊 谢谢舅妈 需要你开心啊 舅妈也就开心 客人都送走啊 那我走了 开放这里 家里要出国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这事啊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但是我觉得出国挺好的事啊 家里才这么小 出什么国啊 这不胡闹吗 我也是希望家里受到更好的教育呢 你懂教育呢 舅舅 舅舅 舅舅你不要生气 爸爸他没别的意思 家里 别生气别生气啊 舅舅其实啊 你是担心你的安全问题 舅妈啊 还应该准备了生日礼物呢 在舅妈房子里呢 走 你就赶紧了 走 走吧 舅舅 不要紧 慢慢给你们坐 啊 舅舅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话不联系了吗 舅舅 那女警察和她老公来的 舅舅 舅舅 舅 今天 胳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陆总 你找我 你先出去吧 陆总 周晨那边出了点状况 周晨说他妈身体不太好 四十万不够 他还想再多要一些 他还想要多少 他还 还想要四十万 是他想要还是你想要 陆总 是周晨那边打电话说的 你看看这里 混蛋 连公司的钱都敢吃 这些年 你说你都干些什么 除了跟我和公司添乱 你还能做什么 陆总 对不起 我错了 我说你就是个废物 王八蛋 陆总 我错了 我 错 你没错 是我们错了 不知道小英看上了你什么 我当初就该坚持不让小英嫁给你 不过不是因为你娶了小英 你觉得你还有什么资格 今天还站在这台上 别人叫你是赵总 陆总 这么多年 我为公司兢兢业业干了这么多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陆总 苦劳 我看这些年 你是成事功夫 半生有余 我看在家里的份上 一次又一次地给你机会 现在 你还吃公司的钱 你不知道这个公司 还有家里的一份吗 你说到这个陆总 我从来没提过 当初你把小英那份给家里 我没有任何意见 但是也有我的那份吧 我就知道 从你和小英结婚到现在 你一直惦记着小英那份财产 如果我真的都给了你 就凭你那德行 一份钱也留不住 我知道 你从来都瞧不起我 但是我当初和小英在一块 我就不是为了钱 好 那我明确地告诉你 无论是小英的财产 还是我们陆家的产业 你想都别想 一个子你也得不到 我还告诉你 欠公司的钱你马上给我补上 不然的话 滚蛋 路导 我滚 滚 说说吧 怎么回事 警官 你刚说情况是这样 我找他儿子有事 我不知道老杰林 他一下子倒下去了 这事也不能怪我呀 不是 他怎么了 他打人 然后伤者的母亲突发心脏病 浑过去了 你怎么又找周成 我叫你不要胡来 行 那这样 我们先带他回派出所 做进一步调查 好 谢谢 走吧 好好配合 老人家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三年牢都做了 你们有完没完 对不起 你妈的心脏支架 需要做一些调整 之前她是在哪个医院做的手术 在省城西华医院 你妈妈要尽快转到西华医院去 你需要准备一笔手术费 需要多少 他这是进口支架 大概十万左右 十万 要尽快 医生 医生 你好医生 你好医生 我是警察 我想跟你了解一下 你别跟一个老人家 他的心脏支架手术 是多久贵的 大了多少钱 抢救的时候我问过他儿子 说是三年前做的 支架呢 是目前比较好进口支架 加上手术费大概四十万左右 好 谢谢哈医生 我看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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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大奇 你马上去一趟沈成的西华医院 周成的母亲三年前在那儿做过支架手术 你去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我需要知道具体的手术时间 还有付款人是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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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e你早点从 好 好 来 先走去 爸爸一会儿给装 好的 你女儿不错 钱我会计划还给你 你别打我那边吹 三天了 钱哪 你在宽限宽限 我在想办法呢 你当我是做慈善的呢 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想到办法了 你妈的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真有办法了 真有办法 但是你得帮忙 什么办法 看不出来啊 绑架陆建军这种事 你都想得出来吗 三天 最多五天 我们就有四百万了 那钱怎么分呢 六十万还给你 剩下的我们一人一半 那你想多少 三百万 那不行 我妈多大风险 行 就依你 马哥 我们就是求财 你拿到钱一定得放人呢 我你还信不过吗 我是担心你把人给伤了 咱们呀 只挣钱 你尽快把陆建军的时间 和路线发给我 我好准备准备 爸 你怎么去那么久啊 刚才带着谁啊 是个朋友 怎么看着不上个好人啊 你快去坐坐一会儿 来 教练 我这个爸爸是不是很没用啊 先去吧 先去 快 赵总 你必须马上把钱给我 我妈等着钱做手术呢 你再等等 马上就有了 我等不了了 真是救命的钱 最多三天 一定给你 赵总 你怎么才来啊 怎么 这还没动手呢 就下破岛了 这张车牌 黑色的奥迪 你拿这个 来 这他老婆电话 你找他要钱 行 他们有你这样的妹夫呀 也算是他们的福气 从公司出来以后 他没有应酬的话 一般会自己开车回家 钱 要你自己带过来 钱什么时候准备好 四百万不是一天两天啊 三天吧 三天时间 行 那你尽快 对了 你问他老婆要钱的时候 记得要先进和救赵 你想的倒还挺周到嘛 这是一个网络电话 一般情况下查不到的 你用这个和我联系 对了 你和我嫂子联系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个 行 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 去这两天 不是 陆建均 你不会伤害他吧 赵总 放心 咱们呀是对了求财 刘队 我已经查到了 手术是三年前的 8月30做的 周诚当时正在被积压 手术付款是赵刚 手术费一共是 四十万 刘队 我觉得你当时判断是对的 他们之间肯定有利益交易 周诚很有可能 用礼包换取你的手术费 好 我知道了 你还要找到 老师 们在这里 一本大人 和我们一百年 一百年 都在这加入了 那边 二百年 他一百年 五百年 到这下 当你能够 一百年 掉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已经解决了 解决了就好 我今天遇到那个女警察了 什么 她说什么了 周诚妈动手术的事情 她知道了 她好像对这事 不会善罢甘休的 她应该没什么证据 老公呀 工作啊 你就留到明天干吧 医生不是让你多休息休息吗 好 听你的 来 我给你捏捏 老公 听说今天你和赵刚吵架了 还吵得很厉害 什么事啊 她冒用公款 整整五十万呢 那么多钱 她拿这个钱来干吗呢 还不是因为赌 真看不出来 赵刚平时看到这个人挺老实的 本性看到也不错 她可能这次啊 实在是过不去了 这么多年 她也没干过这种事 咱们呢 好歹是一家人 应该帮帮她啊 她毕竟呢 也是叫一个爸爸 小英走了这么多年 她是又当爹又当娘 也挺不容易的 其实啊 我知道这么多年啊 你对赵刚吵架也包了不少 也帮了她不少的嘛 可是你这个人啊 脾气大 赵刚吵架又怕你 什么事啊 都不敢跟你说 所以这次啊 如果只是钱的问题 咱们就帮帮她好吗 好 我就再帮她一次 这就对了 嫂子 你找我什么事啊 方子 你是不是遇到点麻烦事 在外边欠别人钱了 欠了多少 嫂子 嫂子 我欠了不少钱 你说呀 你不说清楚 嫂子怎么帮你呢 嫂子 我在外面 欠了一百万 另外 我还差了公司五十万 你怎么欠了那么多钱呢 一百五十万 嫂子 自从小英走了以后 我一直也没走出来 后来 有两个朋友 叫我去赌场 我输了很多钱 我想赢回来 但是越输越多 刚子啊 你说你糊不糊涂啊 十堵九竖 难道你不明白吗 只要摘上了赌 家里有金山银山 都会被败个金光 嫂子 你不为自己着想 你也得为家里着想 嫂子 那都是以前欠下的债 我现在已经没有赌了 那利滚力越来越多 我实在没办法了 我才动了公司的钱 好了好了 这事啊 我和建军也商量过 你在外边欠了赌债呢 我们帮你还 你欠公司的账呢 我们也慢慢地帮你填上 嫂子 谢谢 谢谢嫂子 谢谢嫂子 建军虽然脾气不好 但她始终帮你当做一家人 她对你和嘉丽 都是很关心的 她这个人 你也不是不知道 刀着嘴 豆腐心 她有时对你发火 那也是恨铁不成钢 她希望你啊 做得更好 嫂子 你这样说 我很惭愧啊 好了好了 以前的事啊 就别提了 以后好好干 别辜负我和建军啊 好 嫂子 我一定努力 嫂子 你等我一下 我去打个电话 好 强哥 待会儿我怎么办 我跟你讲啊 一会儿车就从这儿过来 你拿这俩鸡蛋 给我扔转点 听见没有 好嘞 没问题 这儿平时没什么车 也没什么人 也没监控 不过你小子还是给我麻利点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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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嘞 就是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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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嫌触犯我国刑法》第239条 《以勒索财务为目的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嫂子王丽顾念亲情 说服陆建军答应一起帮助赵刚偿还欠款 这让赵刚深深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 他悔恨自己鬼迷心窍 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举动 想要赶紧让马强停手 但是马强一心只为谋取钱财并没有理会赵刚已经将陆建军绑架 不仅如此 一起绑架的还有赵刚的女儿赵嘉丽 这更是让赵刚心急如焚 现在事态的发展已经完全不受赵刚的控制 那么接下来马强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赵刚又会如何应对呢 另外一边导致警察刘平女儿精精死亡的赵氏司机周成 虽然已经出狱了 但刘平一直以来对此心存有疑并在暗中调查 那么案件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有人打我手机 说他们绑架了建军和嘉丽 你怎么绑女儿也绑 八百万 一分也不能少 对于舅舅来说 什么都没有你的重要 我想找一下陆建军 是否建军出事了 党费一定会在和我们联系的 赵刚跟王丽 哪里能拿出东西呢 不管你的事情有多重要 难道我妈的命就不重要呢 这笔钱是三年前你提供建军顶报的报仇 赵氏陶玉的那个人 是赵刚 对不起